不拿起了水果刀 父亲立马站了出来 大妹子 你冷静冷静 有话好好说 先把刀放下 一会伤着可就不好了 谁知道他根本不听 反而激动地 拎着水果刀 大声喊道 我现在很冷静 把钱转给我 我就走 绝不在这打扰你们 就在此时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系统提示 一 不要管他 直接报警 让叔叔来主持公道 二 直接动手制服他 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正义之权 三 虚与威仪 先给他转账送他离开 然后反手报警 把他给送进去 我选三 要是选其他的 怕是会伤到家人 爸妈 快把钱转给他吧 我快怕死了 见我这么一说 老妈心疼的不行 儿子你别怕 妈这就给他转钱 老妈将手机逛在桌子上 你自己输入你的银行卡账号吧 只见张金花一把刮起手机 快速地输入了自己的账号 又把手机逛了回去 一来二去 转账成功 张金花欣喜地 看着手机里的银行路上转信 心中乐开了话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就走 把水果刀放回原处 脸上淡放着灿烂的笑容 走向了门口 几分钟后 我先是在门口观察了一会 见他确实离开了 我立马掏出手机 喂 叔叔同志 刚刚有个女人突然闯入我家 强迫我的家人 给他转了一百五十万 此时老爸老妈 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你不是害怕了 怎么一下跟变了个人许 嘿嘿 我装的贵了 咱家客厅不是有监控吗 一会给叔叔同志看看 张金花 这次你怕是逃不掉了 没过多久 你们好 请问是不是你们家打的电话 没错没错 就是我报的警 你们可算是来了 叔叔看我眼熟 昨天就是你打的电话了 难道今天闯进你家的 就是昨天的那个做客 就是他 昨天您都建议他们 搞法律途径了 没想到啊 今天他居然上门来 直接想 真是太目无王法了 便说着 我拿出了刚刚的家庭监控 叔叔同志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当时还拿着水果刀 这应该算是持刀 入室抢劫吧 嗯 罪犯张金花入室抢劫属 直到虽未伤人 但是也是实实 我们会马上立案进行抓捕 后续有结果会及时通知你们 那就麻烦 叔叔同志了 动作一定要快啊 虽然说他不可能那么快 就把钱花出去 但凡事都有个万一 你们放心好了 随后叔叔便离开了 儿子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钱应该能追回来吧 99%能追回来的 他刚出门 咱就报警了 哪能花那么快 犯下这么大的事情 估计他未来好长一段时间 也没机会花钱 要在小黑屋度过了 另一边 张金花回到家后 老公已经为他 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豪华晚餐 什么红酒 牛排 浪漫极了 正当二人想要碰杯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老公 你还准备了什么礼物 对面的男人 此时一脸猛逼 没有啊 带着一祸 男人向门口走去 可打开门口 就看见了好几个叔叔 站在门口 有的还拿着警线 请问这里是张金花枪 男人点点头 是啊 我是他的丈夫陈志胜 请问叔叔同志 找我老婆有什么事 随后叔叔 让出了自己的证件 现接到报案 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随后叔叔们 便静止地走向张金花 你就是张金花吧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因涉嫌入室抢劫罪 且涉事金额特别巨大 经过批准 警方将对你进行刑事拘留 此时张金花还是有些猛的 不可能怕叔叔同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做这种事啊 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怎么会做出 入室抢劫这种事呢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志胜附和着说道 对啊叔叔同志 我老婆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们找错人了吗 张金花我问你 你今天中午 是不是去了房东家 然后逼他转了 150万到你的银行账号上 听到这 张金花瞬间 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嘴里大声喊道 那是房东分给我们家的拆迁款 那不是抢劫 叔叔同志 这一定是个误会 我没有抢劫啊 你听我解释 那房子我们都住10年了 房子拆迁了 也应该有我们一份 我和房东要一半拆迁款 是理所当然的 我没有抢劫啊 行了 你们也别解释了 现在只是刑事拘留 你们有什么话 可以找个律师在法庭上辩解 现在跟我说没用 我只是执行公务 明白吗 说完叔叔大手 一回说道 给我靠上 再回去 忽然间感受到 手上冰冷的银手朵 张金花一下子绷不住了 眼里泛起了泪话 他实在不一劫 只是分个拆迁团 怎么就成抢劫了呢 叔叔带着张金花离开后 只留下陈志生一人 愣在原地 对了 听说有个特别有种的律师 好像叫什么掌尾 无奈独特执刀 上门索要一半拆迁团 结果被叔叔带上银手镯 随后 陈志生连忙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张律师 听说你是最有种的男人 你可要帮帮我们家啊 见状 张维脸上带着职业微笑道 你好 我是律所的职业律师张维 请问你是要咨询 还是要委托诉讼 是这样的 就半小时前我老婆 被叔叔带走了 说是什么 录是抢劫罪 我们这小老百姓的 哪会干这种事啊 辩解的话叔叔也不听 不过他提醒 我要是想辩解 就来找律师商量一下 所以我就来了 陈先生 我大概了解了一些 你是想要帮你老婆打官司吧 您先和我说一下 事情的详细经过 随后男人将事情的经过 和张维说了一遍 今天我老婆去房东家还钥匙 然后顺利的 从房东那里分到了拆迁款 之后我老婆就回家了 正当我们在家庆祝的时候 叔叔就来了 说是我老婆犯了入室抢劫罪 要进行刑事拘留 张律师你说说 我们这好端端的分拆迁款 怎么就成入室抢劫了 张伟愣了一下 我问一下 你们要分的拆迁款 是谁家的房子拆迁了 房东呢 那房子我们已经住了十年 如今拆迁了 自然要和房东分拆迁款啊 嗯 也就是说 那房子不是你们的 你要过去房东家 分到了拆迁款是吗 对 那拆迁的房子 我们已经住了十年 租金也交了三十万左右 这房子应该也有我们一份吧 我们分一半拆迁款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怎么就成入室抢劫了呢 见男人特别依附 理直气壮的样子 张伟顿感无语 老开入室抢劫先不谈 我想知道你们分了多少拆迁款 一百五十万 亲到这张伟瞬间就不淡定了 虽然自己是最有种的男人 但这种事还真没预见过 我听明白了 事情的经过 就是你老婆去房东家 分走了一百五十万 然后房东立马就报警 随后就叔叔上门抓过 进行刑事拘留 对吧 是这样没错 好 那我明天去找你老婆 详细了解一下当时的经过 好 那就麻烦你的张律师 第二天张伟便来到了看守所 你好 我叫张伟 你就是张金花吧 我是你老公陈志生请的 委托辩护律师 文言张金花哭喊着道 张律师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我没有犯罪 没有入室抢劫啊 我只是拿回 属于我们的那份拆迁款而已 那房子我们租了十年了 房子也是我们自己出钱装修的 租金也交了有三十万 分一点拆迁款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听完张金花的抱怨后 张律师才开始步入正题 发现完了吧 下面我们好好聊一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跟我说一说 你去房东家的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事情经过 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张金花小声嘀咕道 张律师 我昨天去房东家 也没干什么 就是进去之后 赖在那说 不给钱我就不走了 然后他们拗不过 就把钱转给了我 然后我就回家了 此时二人愣了几秒 说完了 完了呀 张伟顿时怀疑 是不是自己没说清楚 你要把事情的所有经过 和我说一遍 要详细的 从敲吻开始说 随后张金花又从头开始 讲了一遍 刚才想到自己拿起水火刀 又说不给钱 就死在这个时候 张律师瞬间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你这纯粹是冥想 外加持到微信啊 张律师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 拆迁款是房东的 你只是一个属客 房产证上没有你们的名字 拆迁款自然也不是属于你们的 那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明白吗 我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 没有为什么 房子是房东的 拆迁款也是房东的 不然怎么说 你涉嫌入室抢劫 你怎么坐在这里 我作为律师 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那笔钱于行与领域法 你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染指 叔叔也是这么认为的 否则你也不会被抓 不是张律师 那房子怎么就 见张金花的认识 还没更新过来 张伟再次打断道 你不要跟我说 你那套逻辑 你就说说 你接不接受这个事实 那笔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房子不是你们的 房产证也没你们的名字 你凭什么认为 拆迁款有你们一份 就凭你们在那 这一连串的质问 直接把张金花说猛了 他现在脑子里 全都是那笔钱不属于自己 而且他还抢劫了的话语 张金花直接破防了 他带着哭腔说道 张律师 我知道错了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啊 张伟无奈道 律师也不是万能的 我只能保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尽力帮助你 争取少做点牢吧 法庭外我们也回去 尽量去征求对方原谅 争取出具量结束 而且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认罪态度 还有 千万别再提你那套愚蠢的想法 有错就得人 不要自作聪明 我听说叔叔掌握的证据里面 就有当天的视频监控 如果你在服刑期间表现好一点的话 这样还能争取早点出来 忽然张金花脸色一白 神 什么 还要进小黑屋啊 紧接上集 无奈总可执刀上人 索要150万 拆仙款 你想了多少钱你不清楚吗 那可是150万啊 这么大的事你还想不坐牢 你觉得可能吗 见张金花就开始哭了起来 闲电话 我争取让你少看点 随后张伟便离开了看守所 张律师 我老婆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移民老婆的这种情况 估计要蹲好几年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争取到受害人星星省的量解数 这样还有减刑的机会 这样吧 你先把星星省的电话给我 随后张律师便拨通了我的电话 你好 我是张伟 是张金花一家的律师 等大电话主要是就入室想解案 跟您见一面 不见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什么好说的 量解也是不存在的 你还是想想 怎么让他少盼几年吧 随后 我便没好气的挖断了电话 要是什么事 都是道歉就能解决 那要小黑屋干什么 没过一会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打开门一看 只见陈志生 和一位相貌平平的西方男 站在门口 你好 我是张伟大律师 刚刚我和您通过电话 行了 门言张律师还想周旋几句 没想到一旁的陈志生开口了 不是 你这小伙子怎么能这样 我都亲自登门道歉来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们 就非得要逼死我们家是吧 再说了 不就是拿了你家的钱吗 我老婆都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呢 你就非得看着我老婆进小黑屋 才开心事吧 你还是不是人呢 你为什么这么恶毒 而且我们家给你们家 交了快十年房租了 十年时间就算养条狗 也该有感情的 可你们家呢 做的这叫人是吗 便说着 陈志生还哭开了 征服了你的老六 你怎么能奇葩到这种地步 我说张律师 这就是你说的 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不可能谅解你们 说完我便关上了门 这时陈志生突然开口道 张律师 你怎么就看着不说话 现在人家走了 接下来你说该咋办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早就跟你说 来了一定要好好说话 认错态度要诚恳一些 可是呢 你看看你刚刚做的都是什么事 你那是认错求人的态度吗 行了 这也是一了之内 接下来就等着开庭吧 过了几天 开庭日如期而至 被告人 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 依法享有申请回避权 即认为和一庭组成人员 公诉人 书记员与本案有厉害关系 不能公正审理本案的 可以申请换他人审理 被告人张金花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 以上权利被告人 张金花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这一连串的问答 张金花乖巧的不像话 完全没有当初 桀骜不羁的样子 被告人张金花 现在你可以针对公诉人起诉 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为你自己进行辩护 在得到法官的允许后 张金花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 法官大人 我进入房东下 只是想拿回租房押金 和分取拆迁股偿款而已 当时我以为 拆迁款我们家也有分 并没有意识到 拆迁款不属于自己 后来持刀也只是一时冲动 没有想要伤人的意思 随后 张伟作为辩护律师 也站了出来 在抢劫的过程中 他也是迅速就离开的现场 没有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 对于社会的治安秩序 也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威胁 虽然被告人张金花的行为 法律难容 但是刑罚本来就是讲究 惩罚与效应相结合 因此恨请法庭判案时 予以考虑 此时张金花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说道 感谢尊敬的审判长 给我这个机会 我认罪 本人因为不踪法 这才误入歧途 做出了违反律法之事 现在我知道错了 只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 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随着法官的一声吹响 现已查明 张金花入室抢劫 采取威胁手段 截取财务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并未存在一点 该行为违背了刑法第263条 构成了抢劫罪 且抢劫财务数额 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法院判处被告人张金花 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李婷 兄弟们 这个结果 你们还满意吗